共产党领袖没有为新骨毛补选 西蒙候选人彭小桃助选的传闻 顺消沉上之际 蓝眼顾问那都是李旺阿兹沙 今天现身新骨毛为彭小桃拉票 不过他否认这是为了辟谣 反之这一次的活动早就定了日期 旺阿兹沙也提醒选民 为了新骨毛日后有更好的发展 切勿抵制投票 否则最终不会获得任何好处 新骨毛补选投票日还有不到48个小时 西蒙行动党候选人彭小桃 为选情做最后阶段冲刺 而今天帮他拉票的是 公正党顾问拿督斯里旺阿兹沙 那现在呢是在新骨毛的这个地区 那最近针对有公正党没有帮忙自选 那今天呢首相公仁旺阿兹沙 亲自来到这里把彭小桃站台拉票 那今天可以看到就是现场有很多的记者 跟民众那他们现在呢 需要去跟当地的这个女性代表 开一个闭门的会议 当记者追问旺阿兹沙 是否为了粉碎火箭和蓝眼不合传闻 才现身新骨毛 当事人回应说 很早就答应要参加这场竞选活动 而且两党始终都站在同一阵线 话锋一转 旺姐直接点名反对党 提醒对手不要随意散播谣言 针对有心人士号召 旺阿兹沙表明 印语社群给予的反馈都很正面 尤其是和当地印语选民会面交流时 他们的反应相当不错 印度产生还不错 我还要去学校 SKJT 我还要吃晚餐 网阿兹沙也担忧投票率低会影响选情 毕竟选民对补选的热度比较低 他在记者会上不断呼吁选民积极出来投票 而且要支持西蒙候选人 确保新骨毛发展计划可以继续实行 有助于提升当地人的生活水平 八度空间萧子慧新骨毛报道